好 主持人 馬上帶你關心到在立法院司法委員會最新 可以看到呢 藍綠今天要審查立法院是國會的行使法 因為其實包含了總共有15案 那另外呢 還有包含了政府院長的提名辦法 不過現場呢是吵了起來 因為呢 藍綠各自要求的程序不同 國民黨的趙偉 吳宗憲 甚至還要求希望現場直接進行表決宣讀 來看一下這場最新 好 麻煩 麻煩回座 有意見的人 自己去研讀議事規則 請大家回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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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看到呢 現在主席台前 藍綠是炒成議團那麼包含了 民進黨立委是要求照會議的詢問來進行 不過呢 吳宗憲他是認為其實在剛才就已經進行了程序發言了 因此不需要 因此呢 希望依法來行政來直接進行表決 不過柯建民呢 是非常的生氣 他表示這樣才是 藐視國會應該要照程序來 那麼稍早的時候其實在程序發言呢 國民黨以及民進黨可以說是其中爭執不斷 而民進黨呢 他們是不斷地強調了 包含在上週五的表決也發生了幽靈表決投票的事件 那麼呢 如果在今天要進行國會審查呢 光是這一個 藐視國會的法案呢 就相對的來說 就是有點說不過去 也因此先釐清真相 那麼呢 藍綠現在是持續爭取當中 可以看到藍綠是持續地包圍了主席台 不讓會議是繼續進行 那麼上次在司法委員會最新將時間鏡頭交換給彭麗直播 飯店 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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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